我們今天要幹嘛 我們今天要打棒球 我們今天要打架 看到就敲 我們今天要換圈 我們今天要把SSR這一套圈換成 SSR的M1S 整天在那裡撩爛 其實我跟你講輪圈配置 在對一台車真的是領悔 因為SSR這一個 棒球棍 太危險了 真的 SSR這一圈是19吋的 它的姿態這樣子也是很美 那M1S這一套呢 它是18吋的 但19吋的有一個缺點就是說 沒有辦法到很低的姿態去開 因為 它會磨到 如果今天換回M1S 它的行駛高度就應該就像這樣子 在路上跑的時候就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今天 其實 一台車有個兩套圈 甚至三套圈 就像是女人的衣櫃裡面有沒有 高跟鞋有兩栓 兩雙 兩栓 兩栓 三栓 然後衣補兩件三件 拍的你在那邊就一直笑 很合理 要得頭 所以這是很合理的事情 對不對 我今天想要換個 18吋的 我明天換個19吋的 或者是說我這一陣子想要 來個不一樣的感覺 好不好 這個都很合理 有這麼無聊 我也懶 其實真的蠻懶的 但是偶爾換一下 好不好 我跟你講 什麼時候換剛剛好你知道嗎 半年驗車一次 對不對 我們為了驗車要把輪圈換回來 然後 所以我們半年就換裝一次 欸 新鮮感啊 合理吧 那你自己換 拜拜 當然不行 我們今天 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開幹 我們就 先看一下這個是 M1S的這個畫面 好 我們等一下換完再來看 M1S 你說不對 S1啦 喔 NS1啦 這個是SP4 卡比阿那我從頭都講錯了嗎 我忘記了他剛剛講什麼 SP4嘛 沒關係啊那就這樣剪進去啊 我們剛剛是講錯的謝謝 好啦 SP4 先講一下 讓人家嘴一下好了 不好意思 廢話不多說 自己的鞋子不記得型號 對對對 那現在要幹嘛 生氣啦 生氣啦 對啊 看一下 其他 就是這麼方便 欸你用這個喔 對要用那個套筒 這個要很小心嗎 這個要很小心 這個裡面 因為這個這邊有包 不能頂到這個包 頂到這個包就 爆了 幹那我是要頂哪裡啊 我怕傷到那個 卡 別鬧了 你這樣我很害怕 剛好直接撐開兩邊的輪子耶 你看一下 好可以 可以喔 可以可以可以 啊你前面放鬆了嗎 還沒啊 靠北啊 不行啦 平常我的車都沒有鎖那麼緊 你看這個輪圈齁 這個深度已經達到10公分了 然後Spacer電了這麼多 太多了 請問為什麼要電Spacer呢 因為要把 輪圈電的飽滿一點 就是 輪胎跟葉子板做切齊 因為這個輪圈是後來買的 不是 火這台車的專用規格 所以我覺得輪圈一開始定製也很重要 完全火那個規格 當然也有很多種風格啦 有些人喜歡把輪圈 Q在裡面 但是我們還是比較 建議 輪圈 是 跟葉子板切齊 其實我覺得日系圈 好方便喔 因為它是螺絲是出來的 所以你輪框掛上去就好了 啊我們OC車是 輪框掛上去然後再擦螺絲 有時候會睡不好都擦不到 嗯 OK 還是你來幫我踩 因為我怕你把它扭到那個 好 螺絲把架來 好 有人走也要有人當啊 好 啊 來 剛好 剛好 對不對 大家好歡迎收看 Stable人車生活頻道 就是有人喬爛 所以 螺絲把架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輪圈就是要用剛好 然後 這個墊 之前螺絲人家切得太短了啦 然後 甚至墊太厚 所以已經有點崩牙了 現在可能需要叫支援 嗯 這時候看 有沒有兄弟 叫支男 這很難說啦 你看嘛 總是有兩三套輪圈要換 如果可以方便換一點 每一組都訂製規格 就沒有這個問題 就不用在那邊挖那個店舖 對不對 所以我們多買一組 訂製規格 完全好了 歡迎收看 Stable人車生活頻道 健身房 我靠 我靠 會不會是後面是1.5公分 是喔 太出來了 所以我們墊錯了 你看這顆圈喔 MS-1的這個圈的深度 比這個 至少還深大概 2到3公分 趴下來視覺效果會超帥 等一下裝完再給大家看一下 那個感覺 上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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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貴到這個啦 奇怪啦 貴這個比 那個不能貴算盤 貴這個 貴Spacer 不然輪圈真的不能用Air Range硬打 真的還是要用扭力搬售 它只要構緊就好 不然螺絲 就會像前面這樣 很容易就 崩牙 好啦我們螺絲 崩牙了啦 支援到場了來來來 我跟你講 我們只能勤勒 我跟你講我最討厭勤勒 但是最愛勤勒別人了 對不對 對 我最喜歡被他強姦了 給他 給他確定 有幫手真好啊 所以喜歡勤勒別人 來介紹一下你是哪一間 那個店家 紅旗車業 紅旗車業 你的店在哪裡 彰化吧 彰化陸崗 彰化地方 想要改車的可以在我們大塊 陸崗 吃肉包 陸崗有什麼名傳 肉包啊 麵線虎啦 還有 紅旗車業的海鮮 紅旗車業的海鮮 我還沒去紅旗車業吃過海鮮 這倒真的 海鮮嗎 沒有 那螺絲再加了 我剛剛 在裡面喔 我硬把它敲進去 結果靠北現在拿不出來 屎雅 真的鬼槓 我先想辦法一下 又出來了喔 有點痛喔 OK 喔 從後面這樣會喔 搞定 搞定 太可愛喔 這樣 趁衣無精 馬上買回來 缺工具我們隔壁這鎮魚腹筋 好方便 很幸福 那為什麼還要再一組螺絲 我要打進去 我要問說 我用這個說他不會用 我跟他說我那邊聽說他會用 我真的不會用 我跟我一樣的 不用來用的 後來學習 後來學習 你這是我的 你是我的人生早事 240SX 我們來看看紅旗車业這一次有沒有辦法手打廣告 我們從早上搞到晚上 遇到了瓶頸 那瓶頸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輪圈螺絲 我們那個牙跟那個規格是特殊的 找了全台中式叫了很多 找了材料行 到晚上才找到 有我們的規格 現在努力中啦 我們大口的辛苦了 不會啦 真的變成整工了 整工了 真的整工了 真的整工了 哈哈 哈哈 終於 終於 完工 整工了 來我們看一下趴下來的感 的視覺效果 因為本來那個是19的 這個是18的 這是我平常 19吋的行指高度 怎麼那麼高 19吋的時候 這樣就不會 你這個牌是多大 商務 對啊 差很多 剛剛沒有看都直接把它下來 還好 剛好過 不然 爆了 我這邊有墊一塊東西 不然 剛 怕出不拉 不過它這樣就很好看了 所以你看喔 本來的 19吋的行指高度是這樣 19吋的那時候的行指高度 照理說應該可以在 我可以在低了 完工了 我們從白天搞到晚上來看一下外面的風險 天色與黑 螺絲崩牙 我跟你講這個東西就是扭力反手 我記得之前的人他們那個螺絲都沒有照扭力下去壓 就直接Air Lange這樣打 所以它已經微崩牙所以這次已經 直接崩了 所以我們還是換到好 等車要等太久 沒關係這玩車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樂趣 這個就是經驗 感謝大塊 再介紹一下紅旗車業 玩車好玩 謝謝 謝謝